新界香郊遼屋區網絡信號較差 居民常要忍受電話線歸速上網 如果使用行動數據上網 價錢又太貴 建閘屋宇裝備工程師羅俊傑 去年就跟朋友創立Reconnect中樂樂 計劃在郊區穿落設立太陽能無線網絡分享器 讓居民可以以比較相宜的價格 享用較快的上網服務 現在很多遼屋區其實它自己都在用電話線上網 其實是一些同線 同線上網方面的速度非常十下 對比我們平時在高樓大廈 我們用的是光纖 是慢了數二百倍 對於他們自己上網方面 例如看一些短片或者新聞 其實都有一些障礙 現在我們無線網絡的覆蓋層面非常廣 也速度做得越來越快 還有做5G 有很大的potential 我們可以做一個無線網絡的分享 去讓其他街坊 可以享受到一個經濟又實惠又快的網絡 他們找到網絡服務供應商幫手 在郊區穿落設立無線網絡分享器 類似一個社區的WiFi彈 覆蓋範圍可以達到20至30米 同時給三戶人一齊上網 並且採用較新式的太陽能發電板供電 太陽能板所產生出來的電 就存在這個盒裡面的電池裡面 就可以給到大概三天的時間去應用 可能預防我們有些打風、下雨 突然間有些什麼問題發不到電 都可以有足夠穩定的電池電量 在網絡供應商的支援下 Reconnect計劃向每戶收取99元成本價上網費 並沒有收取任何盈利 他們更在去年賽馬會低碳創序 靈碳創新提案戰中獲得兩個大獎 將會在新界四個地點推行首階段計劃 預計可以令200人受惠 希望能夠帶頭做示範作用 令到郊區居民和社會Reconnect 在過去半年我們走訪了一段超過20條村落 我們發現到網絡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點 可能他們主持方面他們沒有媒體 他們都是用石遊戲 石遊戲其實都存了一個風險 又要搬上搬落 我們希望我們是做一個小小的點子 我們也希望我們走一個小小的一步 希望未來有更多的社會團體和組織 能夠和我們一起同行 一起去reconnect這些村民 帶他們出來社區 帶他們出來社區